想看麥 你想看麥 我對你最有關懷 感冒用死死 用死死 有啦 我這邊都有在注意他那個叫等化器啦 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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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店門口吹子底 為什麼 你應該要來我這邊拉二胡啊 以前電視啊 龍兄虎弟那種最喜歡請那個 溫金龍那種有沒有 來拉二胡 有有有 你看 馬上就有 我這個就同溫層啦 我跟你講啦 我講出來大家一定都知道 下雨孤車會不會很麻煩 不會啊 下雨孤車只是說有時候那個 東西沾到水其實都會美化 信不信 不然你叫個女生穿個白襯衫還是白T 你把它淋濕 你什麼都看不到了 你知道嗎 你眼中只看到那個被淋濕的白色的襯衫而已 其他你什麼都看不到了 我現在正面臨一個人生當中一個很重大的抉擇 現在我手上拿了一個估價單 然後它是一台老車的整理估價的費用 然後這個老車其實真的好像賣也賣不了多少價錢 我一直在想說這個錢到底要不要花下去 因為這個我知道說如果把這個錢花下去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整理車的過程 我也知道說整理好之後呢 它會變成一台這個蠻不錯的 車況很好的車子 但是這開下去可能賣不出力 其實我已經掙扎了一個多禮拜了 這個估價單 我為什麼會久久會有個叮的聲音 真的啦 因為很尷尬啦 可是車還是要救啊 對不對 這個就跟救流浪狗流浪帽一樣 賞星星的聲音是不是 真的嗎 你們賞一下我看一下 你們多賞一下我聽叮叮叮叮叮叮叮的聲音快點 大家一起賞啊 說好了大家一起賞 我要聽到叮叮叮 喔有有有 50顆有 謹慎有有有 聲音好聽耶 喔這有50顆耶 叮晃 好聽好聽 我想說奇怪的叮叮叮用來拿下 Behavior 也沒有想像 啥 大家用這個叮叮叮弹來彈奏一首歌曲來 我聽看看 消息 喔我回 Informationen 好好聽 好像什ång 緊張 我的車拖去靠七 拖進去之前她說2萬多一個禮拜後 說要3萬 現在快好了 她說大概要4萬 我覺得被敲竹槓了 其實有時候都這樣 除非你的車是老車啦 老車其實是這樣 老車有時候就跟這個房屋裝潢一樣 老房子有時候你不拆開 你不知道要修到哪裡 這個我不是幫他講話 這個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但是如果你的車是不是老車 沒有生鏽的問題 沒有會拆壞東西的問題 那你真的被敲竹槓了 不是我一開始不知道那是什麼聲音 我想說多瑜來 現在我給他吹 我絕對不是想要騙各位的星星 真的 不是 那就弄啦 好啦 修下去了啦 為了觀眾朋友啦 來喔 比拿來 我要簽名啊 我賞的 我CEO耶 估價單 一排估價單 我有比是不是 我告訴你啦 我們做CEO的人喔 三世 決定要開下去了有沒有 簽下去 批准了 開下去了就對了 批准了 批准了 因為剛剛喔 星星這樣叮叮叮叮 應該是夠了 沒有啦 換不到啦 媽要等到抖到那台車 這個修理費夠的話 我看真的是那媽抖到腰 腰都彎了 刷100估價單 真的 這個是靠大家這個5塊10塊 慢慢累積起來了 那除了一個是太忙了以外 其實我坦白話講喔 裡面其實是在整個過程 我現在我覺得可以講原因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接了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那是因為都會出現一些不好的經驗 會遇到一些我們覺得站在我的立場 這沒有對錯 站在我的立場覺得不好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做這個事情很失望 當然我相信大部分客人是好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做這一種整理啊翻新啊 其實它裡面是一個這個技術財 跟一個服務的層面居多 因為我的本業不是那個啊 我要靠那個賺錢比較辛苦吧 對不對 賣車我覺得比較單純吧 我賣一個東西出去 我就有多少利潤回來 然後我幫你整理東西 中間還有那個溝通的問題 好 我就舉個例嘛 比如說我要幫你換一個皮椅好了 假設啦 啊材料 假設我拿來也給你選了 也是你選的這個皮 那我幫你換上去 你說 喔啊怎麼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那怎麼辦 啊你媽不付錢 那怎麼辦 啊跟我想像不一樣 不然你換回來原來的給我 啊我皮又幫你全部都換成 你選的皮了 啊現在你說跟你之前想的不一樣 啊叫我把全部皮換回來給你 我怎麼換 其實有時候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出的是路邊攤的價格 他要吃到頂泰豐的水準 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客人有啊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就覺得說 做這個東西我覺得 感覺也不太好 就像我之前常常在講 喔小師哥你有沒有介紹烤漆場 幫你介紹我們常去的烤漆場 喔小師哥你在烤漆場技術多少差喔 喔小師哥你在烤漆場 喔老闆都吃檳榔 喔小師你在烤漆場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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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工錢 啊細胞又死一堆 吃力不討好 我就覺得那就不要做喔 我快快樂樂開開心心的 啊弄得好像每台車 不會輸我來賺多少錢 我跟你講啦 技術這個東西在台灣不值錢 就是簡單講就是這樣啦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好好的 開開直播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講難聽一點啦 我現在所有拍影片 我整理的都是什麼 都是我自己的車 我愛怎麼整理就怎麼整理 對不對 那我整理好了以後 你來看看你會合不 啊你覺得會合你就買 啊你不會合 換藍杆啦 就去浮藍杆 對不對 啊很簡單啊 我自己的車我愛弄怎樣就怎樣 我皮要用什麼皮 烤魚藍膠皮 烤魚塑膠皮 還是我要用豆皮 包皮都沒關係 對不對 我自己的車我買回來 我就自己整理 啊我紀錄整理的過程 然後成品出來了 啊你看得下去 你就你就來買 啊你看不下去你就不要買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啊我要幫你整理 阿嬤阿爸一堆我覺得累死 哇欸啊好多人去阿吉那邊訂避陣欸 泰山 發票不計大張一點嗎 夭壽啊 小師哥請問有需要整新品 傳動軸方向機材料需求嗎 友琪你在做這個嗎 你在做這個你可以私訊粉絲頁啊 可以啊 喔我們翻新就自己做就好了 啊賣不出去我們就自己勾 無塞也沒關係啊 像前幾天新聞報 機車發不動牽去車行 師傅幫處理發動收100 死都不肯付 幹什麼就是這樣啊 有時候我們都不好意思講的太難聽了 所以我們開個直播 拿個迪賽輕輕鬆鬆的對不對 有問題就毀 沒問題就媽的 腳腳豬死 一個禮拜一天晚上的時間 也是這樣愉快的度過 對不對不是很好嗎 收那一百塊 學修摩托車經驗一二十年 弄個發動收個一百塊 你說什麼 你去外面叫那個人來 計程車來給你挖電發一下電都要三百了 我記得是三百 我覺得這個人家這樣夾一下發起來就三百了 對啊 莫名其妙 沒關係啊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看車是到電預約 打到電對 打電話就可以了 要不然我很怕白跑 我跟你講啦別的車行齁 不要講別的啦 我們不能以偏概念 有一些車行 有一些車行呢 他都在想辦法PO低價 然後PO很多什麼有的沒有的車 然後鼓勵你來對不對 你來店裡面看車 我不一樣 我就比較高端了 我怕你白跑 我們白忙 所以你一定要預約 確認說你什麼時候要來 那台車還在不在 好不好 你不要來到這邊了 就變成王立雄 你不在有沒有 車不在 車不在 你就看不到車 男來店女來店 要記得 一定要確認一下 主要其實不是說 我們有多高端要你預約 我們夾一塊 要預約才可以來 不是主要不是這樣的 主要是怕你白跑 來了才發現呢 你想買的車子已經被買走了 10多萬的代步車有什麼選擇 能貸款嗎 一般來講齁 車子來來跟大家講一下齁 二手車能不能貸款 要看這個車齡 一般車齡 國產車你如果超過13年以上 大部分都不能貸款 又或者是大部分的貸款 都只能用那種利率很高 利率真的很高 一二十%的利率 十幾%啦 我記得十幾%的利率 然後大概貸個十萬這樣 那已經有一點類似信貸的感覺 跟車已經幾乎沒有關係 小師哥為什麼不找女業務 不行啦 你看我這班 我店裡面不適合找女孩子的員工 要不然大家都愛上我怎麼辦 男員工也會愛上我嗎 你對員工好 你問啊你問他有沒有愛上我 阿呆你愛我嗎 他說先不要 所以應該是還好 中午汽車要繳18到24期 才能結清 不然會有剩餘本金10%的違約金 來我補充一下 至終講的不完全是對的 第一個要綁定的 可以提前結清的期數 還要看你當時的合約而定 有的是綁一年 那有的呢 在前面你辦理的時候 就先跟你收取利息了 那你就可以隨時結清 所以要看合約內容才確定 那再來也不是每一間都是10%的違約金 有的是剩餘本金的10% 有的是月繳款 兩期月繳款 所以一切都是以你當時 辦理車貸的合約內容為主 所以不是每一個都是一樣的 提前結清也是有賺利息 應該不至於有違約金的問題 沒有喔 你車貸的話 他還是會有綁定時間喔 不是你隨時想要 我目前聽過最低綁定是一年啦 就是至少說你一年內 你不能提前結清 要不然就是要付違約金啦 從家人接手了30年的老車還很好開 隔熱紙已經很糟要換掉 要換哪種比較好 車內的味道有點重 花點小錢怎麼整理比較好 沒有啊 其實車內味道一樣啊 就是美容啊 因為顧啊有臭鋪鼻啊 所以你美容清潔 最好是像我們之前影片有教齁 有的時候地毯拆下來弄啊 可是30年其實我都不建議拆地毯 因為拆地毯要鬆很多的螺絲 那很多你轉一轉都抹抹抹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內裝抹抹抹抹 你知道嗎 花牙 要不然就是很多內裝已經脆化 你不拆沒事 你一拆啪就碎掉 呼氣斷掉 好啊你又找不到零件 所以我是建議說 就是多一點耐心齁 椅子啊地毯啊 耐心清乾淨 然後如果能自己做 或者是給專業做也OK 然後有一些機器 像我們之前也拍過 會有一些臭氧殺菌的機器啊 會有一些 蒸氣消毒的機器啊 都可以用 稍微殺菌消毒 然後讓它曬曬太陽 曬曬太陽 然後把那個氣味 稍微把它降低一點點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這個有很多的同業朋友 都在看小吃的直播 都在看小吃的直播 無論你是菜鳥還是你已經做很久了 你已經是一個車行的大老闆了 你可能在小吃的直播上呢 要看一下說這個小吃在搞什麼鬼之類的 那都很歡迎大家看 可是這個最近我又收到蠻多的消費者 說在我們這邊流訊說 我們不是這個留言下面說 請私訊我價格什麼 然後他們都會收到其他車行業務的訊息 那有的車超便宜 像那天我收到一個 有一台車假設我賣28萬好了 然後他就這個 就私訊給我的本事專業裡面的顧客說 欸我這邊有一台一樣的喔 小吃那來28萬 我這台只要19萬8這樣 然後那個價錢 我先與其不論我的車貴還便宜 我的車貴還便宜 我自己一清二楚 我在這行那麼久 他那個年份那個價格一看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那個消費者會貼給我看嘛 對不對 我的客戶 我跟你講我們客戶都很始終的啦 他連他的帳號什麼都給我了啦 就私訊他的那個同業的帳號都給我了 我一看我說欸你跟他講喔 這個車啊 如果說這個真的賣這個價錢 真的沒有賺過 理程是準的喔 有10台我買10台 你幫我跟他說一下這樣 好所以我就趁著這個機會 在這個直播 跟這一些會去私訊我們客人的同業講 如果說你要來我這邊抓人 我是管不到啦 你要怎麼抓就怎麼抓 那你如果還要用一些這個假價錢 不存在的東西 或者是甚至比市價還要低很多很誇張的那個價格 那下一次我就把你們的這個店名 跟你們的帳號都PO出來好不好 因為我是覺得我這個人我覺得同行就是同業嘛 大家都是朋友 那我不會去指著某一間店 然後去說這家是個爛店 我從做直播到現在應該也有五年的時間將近了 應該搞不好有了 我從來沒有在上面說哪一家車行媽的都畜生 我從來沒有講過這句話 因為大家都是同業 大家賺錢都很不容易 所以其實我這邊已經收集了四五個以上的帳號 我已經收集了四五個以上的帳號 那我都站在 我甚至有的連老闆我都認識 通常會做這個都是底下的業務 我明白你們可能有業績的壓力 我也都認識這些老闆 那我覺得說把這個公布出來不太厚道 那我就利用這邊再宣傳一下 因為很多那個價錢很誇張啦 我在直播之前我才剛收到一個 我唸給大家聽 他說小事哥我看到那個ABC好車王 19年Focus五門的 STLine的喔 才賣40萬 然後他說還有一個私訊他說 要賣他43萬 有一台另外一台要賣43萬 這種價錢我跟你講 你去私訊我的客戶這種價錢一聽 不要說40萬 我就講了 你如果有車況真的里程 像你上面講的這麼白色的 還白色的喔 真的跑那麼少 車況那麼好 那一台我都60萬跟你收啦 2019年的啦 60萬跟你收我回來我還可以賺錢 我讓你賺20 我回來賺一點點就好了 你賺多一點我賺少一點 有幾台收幾台啦 我去借錢 我去錢裝借錢我都跟你買完 如果真的有STLine 43萬的 我去借錢我都幫你收光 沒有問題的 剛剛我看到就有人回說我也有收過 應該是蠻多人都有收過這個私訊 因為我這邊光收集那個帳號 IG的帳號也好 FB的帳號也好 我都收集五個以上 甚至有的去Google那個 他的IG Google他的電話 Google他什麼 他是哪一家車廠站來 我都清清楚楚 有的老闆我還認識啦 我講了喔 我今天我放了一個 這個開放的一個粉絲頁 這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那我當然我不會阻止你們去做任何的生意 你如果當然你是我的粉絲 然後你被鬼抓走了 人家不怕 那幾天哭哭 你要對他去你就對他去 我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當然我有 我也有我的權力去提醒我的消費者 你們要注意這一種 不太可能過於低價的這種騙人的訊息 好不好 與車行如果起增值的話都怎麼處理 沒有其實不會 不太會起什麼增值啦 我跟你講啦 車子的利益真的沒有那麼大啦 一台車就那幾十萬而已 哪有什麼衝突 我覺得車行基本上衝突是很少的啦 不太會有什麼衝突啦 以前也有一些新聞案例 也是屬於那種同行期衝突 就是那邊車砸來砸去 要不然 有一個很好笑啊 你們可以去看我那個 FB粉絲頁裡面有一個 2003年的525是不是 那底下留言有兩個吵了一百多則留言 兩個在那邊互吵 一句來一句去 在下面留言吵架 你知道嗎 那個小孩好水在笑噴 你知道嗎 什麼你媽背狗叉 然後說你爸背狗 另外一個說你爸背狗叉 然後說你再說你媽喔 沒有我再說你爸 一句來一句 你在那邊看他們吵架很好笑 那小朋友你知道嗎 好水笑噴你知道嗎 很像小朋友在那邊 剝水在那邊玩 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那一則留言 真的看的心情會變好 就很像我們現在在看那個新聞 或是爆料公社有沒有 報廢公社 三峽公社 你在看他的新聞 往往都不是在看他新聞本身 你在看下面的留言 你知道嗎 我小師老大我是做製造業 發現很多原物料上漲 這樣對你們二手上有影響 有 我跟大家講 現在烤七的價錢就漲了 現在烤七的價錢已經漲了 至少漲了 我這邊 我覺得至少漲了一到兩成 我剛剛 我忽然想到要分享一個 這個也是案例 剛剛有人說那個 車子進隧道 是不是車燈會開開關關有沒有 那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其實 車燈是一個蠻容易會引發火燒車的一個問題 所在 我前一陣子遇到一個不是我的車 他跟我分享他的案例 他說他的之前因為大燈這個 時亮時不亮 他是老車的 Central的車子 然後他去這個修理廠幫他修了燈泡之後 開開開 某一天就看到那個儀表板就開始冒煙 然後他就衝下車 車就燒掉了 就燒起來了 他有傳照片給我 好啦剛剛講火燒車 其實我們之前 我坦白說 我賣出的車有一台曾經有發生過 那不是火燒車 他是冒煙 儀表板冒煙 那就是那個大燈的線主 那時候那個 有一些車款的自動頭燈 是這個外裝的 不是原廚廠出來就自動頭燈 有沒有印象以前的HONDA車系 雅各喜美 他會在你的擋風玻璃下面裝一個小小的那個 紅外線的感應器裝在你前檔的角落 自己加裝一個自動起閉頭燈 那種加裝的 特別容易引起這個電線過熱 然後倒起來 真的會早起來 所以大燈的線主保險支relay要特別注意 這是會引發火燒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還有聽過就是把那個打火機放在中控台 曬太陽曬曬曬 然後整個拉機棒中控台都燒掉了 我有估過一台車是這樣 然後他問我說 欸啊那個 一台什麼車拉機棒燒掉還有沒有收 我說沒有沒有收 我說怎麼會燒起來 他說拉打放在中控台上面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噴油嘴 汽油管有問題 也會引發火燒車 這個都是比較常見的一些 會引發火燒車的一個原因 之前有一個新聞案例 是車子裡面放了一個寶特瓶 寶特瓶因為那個太陽的照射 點燃燒起來的 像那個放大鏡的原理 有聽過車充壞掉結果燒起來的 除了車充壞掉以外 還有你如果有一些是去那個保險師 自己加裝的一些行車紀錄器的 這個自動開關行車紀錄器跟著紅火的啊 外接的一些電源啊 其實都有機會發生這個過熱的狀況 請問預計使用5年後換車推薦貴公司3.5 Camry 或70萬左右15萬公里的12年的ES300H 你如果單純齁 以經濟的角度看一定是Camry啊 Camry一定是最經濟的 因為第一個你入手價格低啊 然後第二個是Camry已經能算是大排氣量裡面 這個最好照顧的了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因為 這個Camry的車款跟2.0的車款 是有很多的零件是共用的狀況之下 那你有很多的零件 除了引擎之外 變化箱之外的零件 你都可以使用國產Camry的零件 那當然站在經濟角度來看 對於往後你的花費是低的 而且你又可以享受到大排量 可以享受到尊貴感 雖然就是缺了那個Mark 但我不能說ES不好啊 可是ES相較之下 他當時的新車單價就是更高 他的品牌就是更高級 他還有一個H在那邊 所以呢你未來五年 你會不會花到一些很貴的零件 就不一定了 好不好 那這台3.5的Camry 再怎麼貴 最貴就那個引擎而已 可是那個引擎我跟你講 也沒有那麼多問題 好啦時間差不多了 10點半齁 明天還要早起耶 最近比較忙一點點 有人問我你究竟是哪裡好 這麼多年我還忘不了 好啦大家拜拜囉 晚安 陣風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沒見過你的人不會明瞭 是閨蜜的心窍也好 是前世的因緣也好 然後這一切也不再重要 只要你願意陪我睡覺 大家晚安 MARC